众所周知,随着互联网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,直播带货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行业,只要有流量,不管你是明星,还是网红,还是普通上班族,都能开直播卖货,驱使大家这么做的重要原因,还是因为带货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。 在几年前,娱乐圈的明星们普遍不屑于和网红带货扯上关系,但是现在,明星直播带货的情况屡见不鲜,甚至有的演员连主页拍戏都放弃了,转型搞直播带货,不过,直播带货行业水很深,不少明星都纷纷踩坑,出现了很多带货翻车的例子。 最近,有一位明星在带货的时候,因为售卖的产品价格过低,被网友质疑产品质量问题,大家都知道,演员陈浩铭,至今仍然活跃在影视圈,而且经常拍烂片,这是因为,陈浩铭拍戏从来不挑剧本,只要有戏就接,陈浩铭之所以不挑食,是因为他需要赚钱养家,有四五个孩子要养,不出来捞鸡没办法。 除了经常拍烂片之外,陈浩铭还频繁在短视频平台发动态,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,现在,陈浩铭的社交账号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体量,于是开始变现了,变现渠道自然还就是直播卖货,可以看到,陈浩铭出现在一个满屋子都是酒的地方,手里拿着酒瓶子给观众们展示。 旁边一位专业的卖酒人员,也在卖力解说,对于陈浩铭如此夸张的降价方式,不少网友都心存质疑,大家怀疑陈浩铭卖的酒质量有问题,如果原价真的是6000多,怎么可能卖20元? 对于明星直播间买廉价酒水的做法,你是怎么看待的呢?